- 千多塊一起- 喔喔喔他可以- 踢不爛的- 它限時四則- 搶翻了- 踢不爛- 踢不爛- 可是它好像很重欸- 喔要看- 我沒有買是音樂- 它太重- 要看它哪一個系列 - 好歡迎回來理財生活通在我們今天最後單元當中呢- 那麼請到大家非常喜歡的朱老師- 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來補補腦啊- 然後跟大家來談談新年期間- 到底國際上發生哪些事情了- 如果你過年期間都在吃喝玩樂- 都在吃零食的話- 麻煩現在趕快來補補腦- 我們在中廣的- 啊流行網- 在我們-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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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生活通的臉書- 還有在YouTube頻道上面- 都有直播- 大家可以趕快的- 來看一下我們的直播了- 一起來補腦了- 好我們來先歡迎一下- 南台科技大學財經系的教授- 朱葉忠- 朱老師- 朱老師好- 欸玉芬姐及全國聽眾- 大家好- 給大家拜個新年快樂- 祝新年- 喔剛剛聽到前面- 喔看到慶容- 看到玉芬姐- 哇都好會講喔- 這個- 喔數錢數到兔- 太好了-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真是- 還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真是- - 還是祝大家新人一年- 事事順利- 心想事成- 欸好棒啊- 欸你們家有養兔子欸- 欸對- 很可愛欸- 今年是- 很可愛欸- 今年是- 對- 兔子升天- 對你們家是胖兔子- 我們家有養兔- 而且我們家還有兩個成員- 也屬兔- 喔我們家超多兔的- 喔我們家四個人- 裡面有兩個人屬兔- 外加一隻活兔子- 所以我們家有五隻兔子- 三隻兔子- 天啊- 天啊- 因為- 我跟你講- 我們家也有兔子- 所以我爸爸每次都跟我說- 啊- 家有兩隻兔 - 不負也什麼也要負- 哈哈哈哈- 所以你是負上加負了- 是是是- 欸那你過年有去哪裡玩- 呃看到我這樣子- 如果大家有扣子- 只不知道我變胖這麼多就知道- 大家趕快來看- 出了什麼變胖- 欸沒有啦- 其實真的有胖是真的- 可是今天又穿貓咪- 誰過年沒胖- 我就跟他拼命啦- 欸真的好- 我胖- 欸一分錢其實還好- 但是我大概胖了1.5公斤- 我必須承論- 有啦- 雖然我也很努力- 在爬山- 七天爬了四次山- 其實很努力- 啊- 可是真的- 欸一分錢其實還好- 但是我大概� - 真的進來的多出去的少- 所以還是會胖啊- 我問了楊賢醫- 我說我變胖- 他說你零食吃很多- 我說啊對- 呃- 你是不是零食也吃很多- 呃過年期間基本上肚子沒有- 沒有沒有餓過- 呵- 對啊然後費用說因為太冷了- 所以每兩個小時一定要補充一次的- 呃- 基本上就是吃飽就開始吃點心- 吃點心吃完吃下午茶- 下午茶吃完吃-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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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宵夜- 好所以呢過年期間就是這麼過的- 好吧- 大家要變胖 -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自己受不了的話- 自己受不下來- 那就你朋友都變胖- 大家都覺得看起來是ok的啦- 這公平- 而且我覺得過年好冷啊- 我在台- 真的真的- 我看我在日本我覺得冷的- 沒錯沒錯- 可是我回來台灣我覺得台灣比日本還冷欸- 為什麼- 體感溫度- 嗯- 因為在日本或其他國家大部分都是乾冷- 嗯- 台灣因為潮溼- 因為台灣你家裡有除濕機- 你要看那個濕度機你就知道- 再怎麼低- 尤其在台北像我住內湖- 嗯- 你不開除濕機- 你要濕度低於60度- 今天就知道- 再怎麼低- 尤其在台北像我住內湖- 嗯- 你不開除濕機- 你要濕度 - 基本上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哦- 全年哦- 正常都是七八十- 那這麼高濕度- 你真的體感溫度會- 比實際溫度再冷至少兩到三度- 哇- 對所以很多人真的- 甚至呢- 在那種這個像俄羅斯東歐那種- 很冷很冷的國家很多那些人- 照理說那邊應該零下二三十度嘛- 來台灣他們一樣較冷- 嗯- 體感溫度的問題- 哦- 對像我們以前去歐美好像- 像我2014年在澳洲那時候八月去就澳洲南半球也是冬天嘛-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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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基本上溫度沒有超過十度過- 可是都覺得還好- 對- 那問題就是- 在台灣就六七度我們就覺得冷到受不了了- 哦- 哦- 對- 不要說六七度這一次你看最冷- 大概以台北來說大概八度-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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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冷在家裡- 像剛剛玉莓姐講到- 前一堆在講暖氣的事情- 對- 那我家就有暖氣然後- 哎呦了不起啊- 附回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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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特定房間不是全家都有冷氣- 哦- 文明也是房間有啦- 可是客廳不會有啊- 因為早年裝的早- 所以就多躲房間啊- 哦- 哈哈- 哈哈- 哈哈 - 這就是問題所在啊- 哈- 所以真的啊- 啊真的- 因為真的大部分時間其實不會用到啦- 可是真的今年過年大部分溫度以台北來說- 大概基本上- 了不起就十度出頭一點-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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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都是低於十度以下- 好像不要說- 光今天早上我本來出門的時候- 哇被冷到- 嗯- 所以我中午要來中廣的時候呢- 能不能把我最厚重的大衣穿來- 哈哈- 哈哈- 結果中午都還好熱- 欸 早上我本來- 早上我本來看起來其實是有太陽的- 是的- 我會穿一件小洋裝啦- 想說開工穿一件小洋裝啦- 是的- 想說開工穿一件小洋 - 結果後來到最後覺得有點冷- 還是加個外套- 對- 早上我也是- 出門要去便利商店- 結果想說- 欸有太陽應該- 應該不冷了- 結果一出去就被冷到了- 啊- 所以中午才會又穿大外套出來- 結果欸中午真的台北真的有熱了- 嗯- 欸你還沒開學嘛- 對不對- 你在繼續放寒假當中啊- 對- 是的- 對- 今年大概跟中小學一樣- 我們都是2月13號開學- 哦差不多- 差不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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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 欸啊你過年期間- 你都沒有去哪裡玩- 那你有沒有去看- 關心一下- 那你有沒有去看- 關心一下那個 - 國際股市- 有啊我們這基本上- 天天做的功課- 全年無休哦- 我們一定會- 持續觀察啦- 那要去玩真的就是- 最遠就只有- 陪太太回娘家到桃園而已- 其他時間- 真的都是在台北哦- 尤其是真的過年- 而且我今年發現台北哦- 像我家那附近- 通常如果以前長假期間的- 附近就停車就很好停- 嗯- 今年沒有- 今年真的整個年假期間- 幾乎都車位都滿的- 都告訴大家- 其實有實際外出的人- 其實還是不多- 其實還是- 不多- 真的嗎 - 是的- 就大家都不出門啊- 對 還是不出門的居多- 欸 難怪我跟你講- 因為有人跟我講說- 台北都沒人- 然後我還開車來- 繞了一趟你知道嗎- 過年期間我好像沒事了- 想說- 嗯來練車吧- 哈哈哈哈- 就果然路上沒什麼車欸- 這開的- 開起來很舒服- 對那可能是在特定地方- 特定地方可能還是蠻多人的- 有我還是走- 建國南北路高架橋- 還沒什麼車- 對對對- 可是實際上大家可能- 都只去進城- 說真的說像出國- 跟以前高峰比起來還是算少啦- 哦- 對實際上沒有那麼多- 哦- 對實際上沒有那麼多- 哦我出國其實人- 人 - 很多欸- 呃- 大排長榮欸- 出國的人很多- 那時候跟過去兩三年來說- 哦對對對對- 當然是多啦- 我說跟以前的高峰比起來- 其實應該也是還好而已- 啊- 對- 是啊- 是啊- 不過廟了一廟真的人超多的- 嗯- 好像我們每年大概初一都固定會去廟拜拜- 嗯哼- 以前去大概就覺得還好而已- 今年去- 欸我們今年還算早出發就- 到那邊差點找- 連車位都找不到- 哎呦- 對那個人超多的- 而且- 你去哪裡啊- 而且- 你去哪裡啊- 我們都在系- 系直的那個- 拱北店- 哦- 哦 - 哦- 那邊是賞風的好景點- 嗯- 而且他也不算- 嗯- 而且他也不算- 賞風你現在應該看櫻花了吧- 欸都有基本上都有- 基本上那邊當然賞風的其實不是這個季節- 現在大概就是櫻花- 嗯- 那邊因為他不算是太熱門的景點- 但是- 所以以前不會很多人- 但是今年真的- 不曉得為什麼進了那邊人超多的- 你是拜財神嗎- 欸不是他就是一般那種比較中和性的- 哦- 的廟宇就有跟跟中管附近的行天宮一樣- 當然有主神啊- 但是其他基本上什麼生命都有-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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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 所以他會叫你拜的時候你就要繞一圈- 這一圈大概可以拜十個神明吧-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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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你想得到的神大概- 哈哈- 差不多都有了- 嗯- 好年快要過完了啦- 因為有人說是過到元宵節啦- 是的- 是的- 不過都- 對我們要上班的人- 我就覺得就年已經到這邊了- 好不好- 元宵節- 是的- 是的- 還好是禮拜- 禮拜天吧- 欸對- 沒錯- 對- 元宵節是禮拜天-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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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待會就跟大家來聊聊了- 其實過年期間- 當然國際股市發生很多事情- 其實過年期間- 當然國際股市發生很多事情- 嗯- - 啊- 在很多的機構也在預測- 今年會有很多的- 這個大事- 2023年的十大預測- 我們待會討論-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欸 廣北店我還沒去過欸- 嗯- 天啊- 呃- 這不是很熱門- 而且真的不太好- 像我去過很多次- 我還是得用導航才找得到- 哦- 因為就很小的山路- 這樣子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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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覺得你很好玩- 你把他那個2022的預估- 跟那個- 欸 這裡也有很多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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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是人家做的- 哦- 這也是人家做的- 哦- 我只是無意中看到- 無意中看到- 無意中看到- 你把2023正確正確不正確- 欸 正確的還蠻多的- 是的- 所以一般我們通常- 欸 今年預測- 然後隔年- 很少人再去檢討- 那過去那一年人家預測準不準- 對啦- 不準- 可是我覺得這種預測是方向跟趨勢吧- 我覺得對的機率會比較高- 其實就以去年來說- 其實全世界預估幾乎錯的居多- 哦- 所以像斯羅德這個真的準確率算- 還蠻高的- 嗯- 問題是他- 他錯了一個 - 大家最關心的叫股票- 哦- 對對對對- 雖然正確率很高- 可是偏偏錯的是- 大家最重關心的事情- 哦- 這就比較麻煩了- 嗯- 欸 我這一次做星語耶- 我覺得- 有我有看到你臉書在- 對我覺得很舒服耶- 因為我兒子很高啊- 有所以他比價很好- 因為我兒子很高啊- 是啊- 因為我兒子很高啊- 我兒子187公分耶- 是是是- 他就跟我說- 他做的還算舒服-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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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啊- 我就問我他還說- 那你有沒有計劃要出國- 我說今年你要不要計劃要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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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說沒有不急- 不急哦- 對 因為我們家小孩子明年要聯考了- 哦好大了- 對 就盡可能就不要- 對跟- 貝隆老大一樣嘛- 啊- 對對對對- 對啊- 所以我們說等到明年他考完再說吧- 嗯- 就今年就先不- 不出去- 我想說大家都要出去了- 想說嘿是不是我們也該出去- 欸 出去都沒什麼人- 我覺得很好耶- 旅遊品質其實蠻好的- 因為現在- 這個時機點真的還算不錯- 對對- 我覺得這時機點還不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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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新年快樂- 有很多人都問- 就跟你問號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 感謝- 好我們現在要跟朱老師- 一起來討論一下-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 啊- YouTube的一個- 啊- 平台- 然後也可以上我們- 理財生活通- 還有中廣流行網- 啊- 這些官網都有- 啊- 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 一起來看我們的- 直播- 好我們要跟大家來- 討論一下了- 啊- 因為要- 跟大家來- 討論一下了- 啊- 因為要- 跟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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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討論一下了- 啊- 因為要 - 提醒一下- 因為我們會有一些- 圖表- 跟大家來- 分享一下- 好老師- 覺得- 每一年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些- 預測啦- 對- 那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 你先要跟人家- 這個- 2022年的- 啊- 先檢討一下- 是- 沒有錯- 因為- 每一年的開始- 你會發現- 有各式各樣的預測- 就以最近來說- 好的- 你看到很多廟- 現在都抽什麼- 國運籤- 對- 好那你說- 這麼多廟- 有人說- 今年好- 有人說- 今年不好- 那到底誰止- 誰不止- 對- 那到底誰止- 誰不止- 對 - 大家永遠只記得- 現在在抽的結果- 可是去年他們在講的時候- 欸- 講的預測- 你還記得幾家的- 對- 不太記得- 絕大部分都不記得了嘛- 所以呢- 對這其實不是我整理的- 其實是無意中- 看到人家的一個報導- 就是去年呢- 開年的時候- 大家對於去年全球的- 股市啊- 經濟啊的預測的結果- 就我的概念上- 我覺得- 其實全世界- 去年對於- 去年全球經濟啊- 投資市場的預測- 其實幾乎都是錯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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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發生太多 - 對- 可是我跟你講每一年一開始我都覺得預測都是看好的- 是- 對- 去年真的就如韻芬姐說- 去年年初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發生俄物戰爭之前- 雖然有疫情的事情- 可是大家覺得疫情已經走到第三年了嘛- 對- 對2020到去年2020已經走到第三年- 應該也大概都算是適應的- 習慣的- 能夠接受這樣的事實了- 所以本來大家覺得可能市場應該會變好- 可是沒想到一個俄物戰爭的爆發- 那也不只俄物戰爭的問題- 你看到- 美國的通膨越來越嚴重- 你在年初的時候- 你也不覺得 - 會變那麼嚴重- 對- 然後所以美國會急劇的升息- 這也不是大家在年初的時候有預估到的- 然後再加上- 上半年其實市場都很好- 結果下半年供應鏈斷鏈的問題- 然後供過餘求庫存的問題- 哇- 一下子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去年如果你在上半年- 如果你現在有興趣- 你再去上網去搜尋- 去年的- 大家對市場的預測- 幾乎真的都是錯的- 居多- 我也必須承認- 以我來說- 我也認為是- 我也是預測錯- 因為我去年原本預估- 會先低後 - 比較夠高- 可是低是真的低的- 問題沒有高上去- 所以去年的股市- 各的投資基本上都非常的差- 好- 所以吳亦中就看到- 斯羅德的預測- 有人就把他去年初的預測- 抓出來看- 他預測的十件事情居然對了八件- 哇真的是這個- 比例很高欸- 對這命中率很高- 可是剛在休息時間- 就跟英文姐講- 偏偏他錯的那一個是大家最關心的- 叫做他看好股票- 好所以 - 結果大家最關心的股市的問題- 結果他認為會好- 結果全世界去年當然市場- 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其他的我們就- 不要一一看- 很快的- 大概簡單的唸過- 好譬如說他覺得- 金融股會比- 全世界的平均好- 好所以這是對的- 然後覺得- 英國會比德國好- 這也是對的- 然後他認為債券不好- 尤其是長期債券- 所以他建議放空德國跟美國- 欸這也是對- 也是對的- 好那再來有個錯的就是- 他覺得英國會比- 德國的債券好- 那再來有個錯的就是- 他覺得英國會比- 德國的債券好- 好 - 欸結果英國債券- 雖然兩個都跌哦- 可是其實英國跌的更多- 而且差距高達7%- 好這算差蠻多的- 好那再來就是- 覺得亞洲的投資債會比- 美國的投資債債- 好這也是對的- 好然後再來- 覺得澳幣比紐幣好- 這其實去年我有查一下- 其實兩個其實最後差一點點而已哦- 好那- 但是確實澳幣還是比較好- 欸他怎麼會做這個預估- 因為我覺得很好笑欸- 因為澳紐幣根本不能比啊- 澳幣當然大啊- 嗯對- 紐幣其實小啊 - 他做這種比- 對所以- 好所以還有像- 比較重要還有看好大眾物資- 欸這也是對的- 好所以說整體來說呢- 他大部分都對了- 好所以呢重點就是來囉- 那今年他的預測呢- 對- 去年對了嘛- 那今年你還有這麼高的命中率嗎- 好- 來我們來看他今年預測什麼- 好- 來我們來看他今年預測什麼- 第一個他覺得美國的抗通膨債券會好- 不過這個抗通膨債券- 這一般不會比較少人會- 專門去買- 一般人好像買不到哦- 呃對一般你要直接買不難 - 那一般的債券也很少會專門投資這種東西債券型基金- 所以債券型基金- 大概有都是有一點點- 好那再來就是- 看好短天期的非投資等級債- 那這個- 今年確實投資等級債- 如果股市好- 它確實是有機會反彈- 但是他特別強調是短天期的- 好那大家就參考看看- 好第三個認為投資等級債會好- 這個我也認同- 認同啊- 好那第四個看好股票- 嗯好這個可能就- 上半年跟下半年可能 會有差別齁- 其實以目前來說大家其實都比較看壞上半年- 對好像就是- 下半年比較好- 對問題是今年到目前為止其實很好耶- 對啊開盤就給你一個- 大紅盤- 所以說到底是怎麼樣呢- 好這是比較- 這個大家參考看看- 好那第五個是看空美元啊- 這也是大家普遍的認為那確實美元- 今年開年一直在跌了- 好那再來就是- 優質股票會比一般股票來的好- 好那這個就- 嗯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 好大家參考看看- 好那再來呢- 會看好香港跟中國- 欸這個其實到目前為止- 也是這個樣子哦- 好那再來亞幣的部分- 它是比較看好日圓- 這就其實就沒有- 日圓今年到目前為止- 雖然都在升值啊- 可是他並沒有比其他亞幣升得多好- 那當然- 今年一個月都還沒有過完嘛- 人家是預測一整年啊- 好再來第九個是- 看好乾淨能源- 第四個- 看第四個看好另類資產- 好另類資產- 什麼叫另類資產- 像比特幣之類的- 啊 - 欸比特幣今年真的是大漲哦- 大反彈了- 對今年到目前為止- 大漲號- 所以剛剛我們所講的這十樣- 如果我們這樣很快念過去- 你沒有聽清楚- 那你就上- 上我們的這個粉絲頁- 大概應該都廢龍都會貼上去- 大家再去參考哦- 好來那另外一個也是很特別的哦- 黑石集團哦- 那非常著名的- 這個這個- 私募基金的公司哦- 那它是預估意外事件- 那也就說黑天鵝啦- 好好- 那第一個 - 它說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中國的翻譯方法- 有時候我就看一下我也熊熊- 看不懂- 到底在講什麼- 那簡單來說就是- 美聯這個- 美國總統- 聯準會- 第一個是- 抱歉第一個是美國總統- 對- 他說將有實力派新面孔- 那這是不是在暗示說- 拜登不選了- 對- 因為川普共和黨是確定了嘛- 那民主黨的部分- 拜登就是有點想選- 但是又還沒有正式表態- 嗯- 那他會不會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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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會不會指的 - 其實民主黨有可能不是- 拜登出來選哦- 哦- 這是黑石的預估哦- 好- 第二個是聯準會的- 好- 他這其實應該是講的是說- 他的貨幣政策- 跟通膨之間- 不會有必然的關係的- 好- 也就是說可能通膨我們都知道- 已經持續在往下了嘛- 但是他覺得- 欸因為他是說- 展- 展開博弈- 對這什麼意思啊- 哦對我也在想說這是什麼意思- 那我的想法-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可能是- 就是要去堵這個通膨的走勢- 但是他覺得- 哎因為他是說- 展開博弈- 對這什麼意思啊- 對我也在想說這是什麼意思- 那我的想法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可能是- 就是要去� - 可能就是不是如大家所想- 嗯- 所看到的一直在往下- 他會擔心說- 因為擔心通膨有可能會反彈- 所以他的貨幣政策- 可能會有一些- 我們想不到的- 嗯- 做法- 好- 譬如說我們現在大概都預估- 嗯- 譬如說我們現在大概都預估- 二月三月大概都還會升息- 對- 可是接下來大家普遍預估就不會升了- 哦- 但是有沒有可能聯準會其實並不是這麼想- 哦- 還要持續升- 哦- 還要持續升- 好這我們就不知道了- 好- 來再來就是- 而貨幣僅說- 長期 - 以持續好- 那出現溫和的經濟衰退風險- 哦- 這個其實也不是意外事件- 因為現在其實大概- 大家都這麼想嘛- 就以通膨來說- 在今年之內以聯準會的預估- 應該都不會低於- 他們的目標值2%- 所以最快大概又到明年以後- 嗯- 好- 所以會比較長的- 持續的通膨的情況之下- 那意味著這個緊縮就是- 它升息就是緊縮嘛- 所以連帶的這個升- 升息的問題- 嗯- 嗯- 喔- 所以呢會比較長的- 持續的通膨的情況之下- 那意味著這個緊縮就是- 它升息就是緊縮嘛- 嘛- 所以連帶的這個升- 升息的問題- - 要轉成降息- 聯儲會也說了- 暫時間不會- 嗯- 好- 所以這應該也是有可能- 啊- 那所以會出現- 經濟衰退的風險- 那市場確實- 目前都是這麼預估- 好- 但是-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美國去年第四季的GDP- 卻是出乎意外的好- 嗯-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好- 第四點說- 股市在年中觸底- 嗯- 那它這麼寫法- 不就告訴我們說- 今年還會在先下後上- 哦- 對啊- 可是我們剛剛說嘛- 目前看起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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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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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點說- 股市在年中觸底- 嗯- 那 - 上半年好像不錯- 好像還好- 開盤就給你表現不錯- 好- 好- 那費用叫我們要廣告了- 對- 而且我給你開盤之後- 你看美股也漲對不對- 其實那個港股啊- 陸股啊- 對 都在- 台股啊- 其實都在漲啊- 就已經先漲這麼多給你看了- 所以有時候常常會有意料之外的事情- 好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我們廣播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我們直播還是持續- 啊- 進行的- 大家可以兩點鐘的時候- 持續聽我們廣播-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他們的翻譯- 真的很 - 很奇怪- 我們待會繼續講這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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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廣播看下去- 想一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就明明都覺得- 講同樣的語言- 可是就是還是會聽不太懂- 好啊- 待會要講那個什麼- 講一下Intel跟那個- 嗯哼- 今天很多東西可以講- 對 今天東西好多- 今天香港股市怎麼這麼差- 我看- 我早上看我覺得還不錯啊- 鹿股港股都還不錯啊- 鹿股港股都還不錯啊 - 可不可以吃到- 欸都èmes氣溜掉一點點- 誒? - 港股碟- 碟..多碟阿- 它 Britney阿-它跌跌很多- remembered 已經 tender一點點了- 喔它延遲15分鐘- 對它延遲- 哦看到是上海股市阿- 唉唷- 應該不不行- 這很潑心... образ的 black구요使得發生的門老健無人- 那我剛看了一下亞洲股市- 我看到牡餘股市- 我看起來都紅了- 否則蒙得了- 對- 所以剛慶蓉說看到漲我怕多到是看到什麼東西了- 了嗎? 他涨5%多是说那个啦 过年期间 上海是这样子 是啊 先高后低 先高后低 看到都涨 上镇深圳都是先高后低 哇台币今天还差一点破30哦 住嘞 30.077耶台币 不过现在又扁回去了 早上11点多的时候 差一点要冲山 本来想说看到二字楼 应该要下半年才比较有可能 没想到今天升这么多 所以我就说每个人都看 上半年不好下半年好 恐怕就会转 所以这也是很奥妙 我去日本其实每个人都戴口罩 日本人也戴口罩 韩国人也戴 我觉得是那种氛围 对啊 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 可是后来我觉得 因为日本很守法 对啊他怕观光客吧 因为在日本的时候 然后我大哥也在日本 他在大阪 然后我小姨子也在东京 我小姨子是出差 他很可怜 出二就出差了 出差他是 出二就出差了 他在广达的子公司 出差 对啊 天天要上班 他们又没有放年假 日本哪有在放年假 对啊 日本又没有在放年假 可是我觉得 对啊 因为像我同学 我同学有一个在长野 他是HP的 就是总经理啊 对啊 我本来想去找他 他说你来长野 结果后来我跟他说 我不要 长野很冷 而且长野下雪 然后台湾人去滑雪 听说还有失踪的新闻 不长野还其实蛮舒服 长野可以泡温泉 东京一直到这两天才下雪 我回来那天 其实东京车站下雪了 就是柜台有跟我们讲 我们说我们要走了 对东京 英文姐都在东京 我在东京 基本上都没下雪 没有没有 也没那么冷 可是我觉得提代率很高 可是我哥在大阪 你看大阪更难 大阪都下雪了 而且今年连冲绳都下雪了 冲绳下雪 对 也很夸张 冲绳下雪 夸张 这两天的事 超夸张的 我是我弟妹他们去京都 京都 京都是不是下雪 很多雪 哈 大清雪 对啊 反而就东京最没下雪 因为东京港口 湿度的问题 湿度太湿了 不是有湿度才会下雪吗 没有 太湿就不会 太湿就变下雨 它就不会下雪 要有湿度 可是又不能太潮湿 京都 京都下雪啊 很漂亮 可是很冷吧 跟台湾差不多 很漂亮 超美 所以它的雪是很大的 它是半夜下雪 但早上积雪都还在 哦 你去京都哦 这个年真的 大家都跑了 我认识的人大概八成以上都在日本 有出国的 可是我跟 泰国是第二名 对 第一名都是去日本 因为泰国相对我觉得它的费用还不会那么高 哦对啊 我同学去曼谷 每天给我菜的这五十个 泰国好玩啊 有啊 我距离现在最后一次出国就是去泰国啊 2020年初的时候 我觉得去热一点地方舒服 泰国好玩啊 泰国钱又好用 对好吃好啊 钱又好用 哎你说你说日币便宜啊 可是你觉得去日本你觉得有变便宜吗 没有是升上来的啊 因为升很多啊 你看日圆 因为我们换的是 日圆已经升了两成上来了 反正日圆我已经换了三四次 我快烦死了 就日圆最 就花光了 我就说一定要买光花光 为国争光 最低的那时候没有去 那现在真的日圆就相对高了啊 对啊 没有啊 我的意思都说 对啊 可能就是你换了成本第一 你觉得去买便宜 可是我觉得并没有便宜 可能我们住新宿 我们住那个银座啦 听说到新宿 当然啊 银座那么繁荣的热闹的地方 东西一定不便宜 可是平均来说 日本物价已经比台湾便宜了 真的 平常生活商品 可是我听他们说 他们有涨价 有啊 有啊 有涨价 他们平均的物价 那其实大部分都比台湾 日常生活用品 对啊 而且我们 那之前不是在讲鸡蛋 台湾鸡蛋比日本贵很多 哦对啊 可是我们在日本吃 其实也不便宜 哎 他们 我后来发现 你都讲那钱也超 不是日本民充斥的 我发现 因为我有去坐地铁 地铁都贵了 都变一百多块啊 以前 我记得大概一百 现在一百二了 是 哦 坐一站嘛 嗯哼 然后 拉面也贵啊 觉得啦 有对啊 长野真的啊 雪崩好可怕 我同学还在 在在长野 不过他没去滑雪 哎 但是下雪真疲惊 太冷了 对啊 下雪真的一点都不舒服 我也觉得 是台湾人很少看到雪 就看到下雪的稀奇 就拍照美而言 天天看 在雪里看 你会不会开心 好 这里是来来 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南台科技大学 财经系的教授 朱叶忠朱老师 我们要持续跟朱老师 跟大家补补脑了 我们就放了这么多天的 一个年假 这么长 国际上真的发生 很多的事情啊 好 我们赶快跟大家来谈到 黑石 他有预估 就是今年的十大意外事件 那我们刚刚也已经有讲到了 就是股市在年中会触底 那当然就是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好 或者是说 可能上半年就很好了 这当然就不确定性了 那第五个 现代货币理论的信用丧失 这我们这需要翻译 对 那其实应该是指的 就是货币市场一些机制 可能就会失灵了 可能觉得可能 我的解读可能应该是 趋向这个方面 所以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 那就问题就很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说QE 升息 这些都是所谓的货币市场的操作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失灵了 那问题就很大 那当然这个都是黑石的预估 来第六个 他说美国的升值状况要持续 达成为投资日本和欧洲资产的好时机 因为美国美元变贵 那日本跟欧洲就相对便宜 这个我觉得这也不是意外 这是现在进行事了 那再来第七个说中国的GDP会来到5.5% 然后他说跟西方各国的贸易关系改善 我觉得中国今年的状况确实会比较好 可是会到5.5%吗 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问号 因为一般预估大概对中国今年GDP 应该都是4%多 比较没有会到5%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应该是在明天 明天INF会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明天应该会有这个很蛮重大的一个国际财经新闻 好那再来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改善 大家都知道2018年起因为川普就开始对中国实施贸易战 好久了 打成仗好久了 但是最近看起来确实是有些迹象好像告诉你要改变的 譬如说像刘鹤跟这个叶伦见面的 然后呢再来就是过几天 应预估好像是2月4号吧 美国的这个国务卿他也准备要到中国去访问 大家的解读其实就是可能两国的关系 有可能改善 好那黑石的这个预估有可能就是这一个方向 好第八个说美国是最大成为最大产油果 这其实早就已经是了不用不用他预估 这个大概两年前就 去年就已经是全世界最大产油果了 好比沙奥地阿拉伯他们还多吗 是的是的 沙奥地阿拉伯好早以前就已经不是最大的 这几年最大都是俄罗斯 好那因为俄书战争之后 美国现在就崛起变成最大的产油果了 好所以但是说油价降到50美元 这个就要注意了 因为油价如果降到这么低 基本上不是好事情 可是他说他说的就是意外事件 对意外事件 所以这个大家就要去留意了 好如果真的降到50块美金 那可能就是觉得全球的景气 可能真的是有问题 好那再来就觉得俄乌战争 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停了 好那很多人其实都这么预估 可是必须坦白说目前真的还看不出来 大家真的希望说真的赶快收一收的吧 因为已经快要周年庆了 很糟糕的事情了 好那再来就说马斯克的这个推特呢 好因为因为从他传出来要收购 到正式收购 那推特的状况都很不好 那最后是预估推特可能要翻身了 好所以这是提供大家参考 黑石的预估 好所以比较重要的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大家关心了美国的状况 所以就刚刚其实前面也提到美国的问题 好那美国刚刚我有提到 美国第四季的GDP 其实比预期来的好 好我们先看到去年12月联准会 就去年12月15号的时候联准会那时候 在升息的同时 他的利率会议之后呢 他有公布了一个 他们对去年今年以及未来的一个 几个重要经济数据的预估 其实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GDP 他预估去年全年只有0.5% 可是实际的数据出来 告诉我们去年全年是2.1% 那当然人家说哎呀比预估的好 这当然是好消息嘛 可是我不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哦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他去年12月中才公布的这个数字 12月中不是告诉你 全年已经快要走完了 那你在这时候都还这么悲观 结果出来的数字却全年 出乎意外的好 全年平均0.5变成2.1 这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我觉得联准会这个大有问题 因为你想嘛 如果说今天你是在第四季初 譬如说10月初你做这个预估 然后结果出了差了很多 那我们还觉得OK 可是你都已经到12月中了 你的预估还差这么远 那你联准会是不是有点状况外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我的想法是第一个 你可能有什么事情你没有跟人家讲 要不然我不觉得这个出乎意外的好 这是一件好事情 我会觉得联准会有些事情没有跟我们 没有跟大家说实话 我不认为以联准会他这种机构 你经济一整年都快结束 只剩半个月就要结束了 你对于全年的经济预估居然误差这么大 我觉得这太离谱了 而且再来就是第二种可能性 那就更糟糕了 就是你的数字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去看到 在去年12月美国的重要的ISM 就是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不管是制造业或服务业 其实在去年第四季就已经陷入衰退 所以你预估去年第四季状况不好 其实是合理的 结果去年第四季居然还有计增2.9年增1% 这也很离谱 因为实际你以个别的数据 尤其我们刚刚说的ISM 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它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结果你都已经衰退了 你出来的数字却告诉我出乎意外的好 我觉得这也是很离谱 兜不起来 对兜不起来 这数字绝对是兜不出来 所以我刚刚说的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严准会没有说实话 第二个就是你数据根本就有问题 所以我看到这个数字 大家可能都很正面解读 比预期好事好事嘛 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有问题 好那第二个是PCE就是这个联准会他们比较关心 但是没有其他国家会看的数字叫做就个人消费价格指数 好我们简称PCE 对好他12月的年增率是5% 是从11月的5.5降为12月的5 那12月的核心PCE也年增4.4 这个大概都是近两三年来的新低 那这当然都是比较正面解读 但是因为他没有公布 我有特别去查 他并没有公布全年的数字 所以如果对比联准会预估去年全年是5.6的话 好那可能这个看起来应该还是差不多就这个数字 好所以简单来说都告诉你物价确实有在下滑 那这就还OK 好那再来呢大家还关心的就是那过年期间的情况 好大家大概都知道 过年前都市场都在涨嘛 对对那可是哎今天的股市大反弹 台股涨了500多点 那你觉得涨这么多是合理的数字吗 哎当然不是啊 这还是要还给公道嘛 可是我真的觉得今天其实有点涨过头了 因为如果看我像我帮他 尾盘还偷拉你知道吗 对今天离今今天的收盘 是今天距离最高点只差一点 这还蛮夸张的 你说就算还工到要补涨好等等 这些理由我们都接受 可是你要涨到一天涨这么多 搞不好新内阁新气象啊 哎一分钱讲到重点了 一分钱还是真的真的是聪明人 真的所以我要讲真的有可能 我觉得今天的行情有可能只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真的啊 不然你们一天到晚都在骂说内阁没有心意啊 根本没有改组啊 就小福为福啊都在骂 那我就股市长给你看 大家就看到我们兔年 真的大家都想吐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哼 我真的不能去讲政治 我想政治的话可能会 不会啊讲政治很好啊 可能会死哎 政治我都跟我吵梦梦 而且我跟他因为我不是跑政治线 所以我每次去我就可以听到很多内幕 有有有真的噁心 常常都可以听到一些 对啊恶心 现在大家开始都在买票了啦 各种政策都在买票了 对我觉得真的是今天真的尤其台积链涨快8% 对啊 何德何能啊 对啊 嗯 而且你看说台积链送大红包弹线上班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这是好事 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你的那个产能 产能很满的话 怎么可能予想在那里 可是他只是说你早上班你要早下班 那你晚上班你要晚下班啊 以前是加班加到不行 哪可以让你这样子担心 你在过去台积链过去这几年 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家都加班加到不行 哪有什么上班下班的问题 你现在可以允许你这么做 不就等同再告诉你我生意不好 哎呦你不要吓人 我还以为说他为了那个父女 因为他好像女女生的比例还蛮高的 就是但是作业员 对作业员 作业员当然女生比例是高 嗯 那其实之前有听到一些就是真的 半导体业的的业者专家 他们在说台积链的产能利用率 可能会降到65%到70% 甚至有更悲观的 不是说满载吗 没早就没有满载了 去年下半年就没有满载了 然后说产能利用率有人说到四成 我有我又看到我又看到有媒体这么 爆我吓一跳 四成会吓人啊 所以我特别去问问问这些人呢 他们说不可能啊 他们说四成就太离谱了 他说历来也从来没有 台积链也没有低到四成过 就以前那京东海峡那时候 再低也没有低到四成过 所以他们业界的估计 应该是65%到70% 他说如果说四成可能是有特定的制成 一些特定制成有可能低到只剩四成 比如说比较那个成熟制成的部分 可能产能利用率降到四成 还有可能整体不可能啊 不过整体降到65%到或是70%也很夸张 过去两年都是破表的啊 而且大家不都抢着要 对过去两年都是超过100%到110%了啊 所以你降到65%到70%你想想看 所以你对应到台积链这些动作 你就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解读了 所以你说再对应到今天台积链长 长快8%我就觉得 他长8% 所以你想想看那多少点都他贡献的啊 300点以上 对啊 哇 大盘最后 最后还拉上去560耶 对啊 他比原本收那 我就跟你讲说尾盘还偷拉了一些 我是觉得尾盘偷拉让我觉得 多拉这么多 对我觉得尾盘偷拉是太明显了 最后是收今天最高耶 还不是说差一点 是收今天最高 哦 我就跟你讲说尾盘偷拉了嘛 因为我那时候就 庆隆在讲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是540 结果最后 对又偷拉 对 市长510 我觉得尾盘偷拉那个很明显 拉这么多 因为政府做多啊 对 我觉得这背后应该有人在做 有啦 不然要不要选啊 嗯 可是他现在拉延太早了 那你红盘嘛 今年暂时又没有选举 选举一定是年底的事 那先要先觉得舒服嘛 也是 我觉得还是内阁 我觉得都是内阁的新闻 我觉得应该是内阁 大家内阁新闻都觉得乱七八糟的 很烂啊 对应该是内阁新内阁的庆祝行情 对我觉得庆祝行情 庆祝他们下台 要说庆祝新内阁上台 不能说庆祝下台 庆祝那些下台的 唉 所以真的觉得 你知道很恐怖欸 唉 真的我真的觉得 他们在在位 然后什么的周边单位 连一个科长都可以安排位置 哎呀 其实 这烂透烂爆 全世界都一样了 政治真的喔 民主政治就是分账政治啊 真是分账政治 烂爆 是各国都一样了 只是夸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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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持续跟朱老师来谈一谈 这个年假期间 这个很多的指数都在涨 那台湾这次也就一次个涨给你看 对 所以我们就以今天台股涨了3.76% 来做一个基准 好 我有整理这段就年假期间 我的年假期间定 因为我们台股是1月17号收盘 好 所以就是封关 所以我们是从1月18号算到 上礼拜五 1月28号 我们就以这段时间来去计算 结果你看了 我用MCI指数来看 因为这比较会有一致性 所以你看到 这里面如果我们看世界指数是涨1.8% 新市场是涨2.32% 新新亚洲是涨2.64% 好 我们刚说以台股间涨的3.76%来看 有超过这个数字的就只有中国和韩国 哦 不觉得涨太多了 刚刚好而已啊 对啊 我觉得你看我们刚说世界指数跟新市场 不就是一个比较的基准吗 嗯 你说要补涨没有我可以接受 那问题是有好到这种程度吗 嗯 以数字上来看其实一点都没有 嗯 这这真的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太over了 好 那我们就看到说好 涨得比台湾还多的两个市场好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韩国好 我们先谈韩国好 因为韩国去年跌很多好 那台股当然去年也很多 大家可能都只注意到大盘 以MCI指数来看去年台股是涨32% 嗯 因为我们大盘是跌19%多 可是以MCI指数来看台股跌的高达32% 韩国也跌了30% 好 所以韩国今年以来也算是比较明显的在反弹 而且以今年到上礼拜五为止 其实已经涨了16%多 那台股当然在这段时间是都修饰嘛 好 那所以呢台股如果说真的要追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追韩国 嗯 好 那我们这就再看看了 好 那当然韩国会大涨还有一个很大原因 是因为这段时间刚刚韵芬姐姐也提到 科技股涨很多 嗯 好 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跟韩国大概在科技股 是全世界大概算是最强的两个国家 所以呢 韩国股是因为科技股大涨 所以台股今天是不是有点是要追韩国股市的意味 嗯 如果从这么去去这个方向去解读 那就比较合理一点了 好 我们但比较不想从政治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了 好 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到中国市场 好 那中国今年市场真的是并变格 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最主要的关键当然一个是去年本来就跌很多了 好 但是今年以来中国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情况都在改善了 譬如说像之前这个封城啊 现在解封了嘛 解封了嘛对不对 好而且呢 中国即将就在2月4号还是6号要宣布全面的解封 也就是中国人要能够自由进出国家 好现在只有特定的地方 2月4号还是6号会更全面的 所以最近听到很多亲朋好友出国去的时候 哇现在出国去旅游品质好棒哦 因为没有中国人 好我们不得不这样子讲 像真的很多朋友出国去 大家最大的感受 尤其如果有去泰国 去日本还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中国人没有那么喜欢去日本 可是去泰国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我有一些朋友去泰国都说 哎出无意外在泰国没什么看到泰国 中国人还没还没办法飞出去 因为以前中国人一年去泰国 大概1000万人 1000万人次 这是非常夸张的数字哦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第一波 已经有对泰国解封了 可是实际上因为他们还是 国内还是有些设限 所以实际上去的人还很少 不过就我刚说的 2月多这个大解封之后 可能就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好那所以第一个是疫情的问题 好第二个当然 中国这个前面我们讲 黑石的这个预估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到底会 我们看下一张图表 2023年中国经济那个成长率的预估 对 你看到大家对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预估 会比去年好很多 因为去年中国全年只成长了 他已经烂很久了 对去年只成全年只成长3% 大概是这个大概是中国见证以来 他们最差的一年 当然还有2020年更差 如果去到2020年不算的话 是中国见证以来最差的一年了 但是预估今年就有可能要转好了 那转好当然有一个可能是基期的 比较低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说的 这个疫情也解封了 所以有机会转好 那再来就是美中的关系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转好的呢 所以现在确实很多人都这样子去预估 所以很多市场就当然就提前反应了 尤其是今年很多的媒体都在说 今年全世界有可能表现最好的投资市场 就是中国 那当然包含了香港在内 所以我们从几个面向去看 确实有可能 不过在这边提供大家注意到的就是 如果你要去看中国市场 其实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两个指标 一个是恒生科技指数 为什么要看恒生科技指数呢 也跟这个中国的科技股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在香港股市大家都知道 香港在本地是比较注重地产跟经劳 但是香港有很多的科技股 其实都是中国的企业在那边挂牌的 那过去这两年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科技也真的蛮闷的 那当然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这个 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集团 尤其是那个蚂蚁金服 本来都已经准备要IPO了 结果就临时就硬生生的就这样子被喊停 不过呢现在是传出来 有可能今年这个小米有可能会重新 不是小米说错了 蚂蚁金服 蚂蚁有可能会重新IPO 时间点大概就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第二个就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腾讯 腾讯最最重要的这个他的业务项目呢 就是游戏 线上游戏的部分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线上游戏公司 但是过去这几年他也是被中国封锁 所以他很多的线上游戏都不能上架 偶尽是新游戏都不能上架 而且这一封也大概封了一年多 可是从去年底开始 也开始解封了 也就是说腾讯开始可以有新的游戏可以上架了 这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这个恒生科技指数 今年以来其实已经谈的非常非常多了 大概已经涨了十几%了 好可是还有一个很更重要的 我认为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美中的关系到底会不会改善 这时候你要看另外一个指数 叫做纳斯达克的金融中国指数 这个指数指的是在美国挂牌的中资企业的一个综合性指数 刚刚恒生科技就只有是中国企业在香港挂牌的科技股 但是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是所有在美国挂牌的 当然没有真的全部放进 实际上大概有将近100个成分股 在美国挂牌的中资企业 好那所以如果美中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尤其大家如果有注意相关新闻 就是从之前的滴滴出行开始 很多一连串的事件导致美国就很不爽 要邀请中资企业在美国交出机密 对所以那时候这个指数就一直跌 但是这个指数最近涨很凶 尤其今年以来它涨得比恒生科技还要凶 今年到上礼拜五已经涨了18%多了 比我们刚刚看到的所有的中国指数都还要涨得更凶 我们就想说它会不会绝地大反攻 我们待会讨论 会不会绝地大反攻 已经在攻了 他已经在攻了 看这个图走势 打了一个大勾勾 对大勾勾上去了 你看那个特斯拉那个那个哦 那个降价那件事情你看对啊 哎那个车主真的是很冤啊 可是马斯克当然他这次没讲话 有人就把他2019年的时候讲的话拿出来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降价你就来抱怨 那我涨价的时候你要不要再补一张支票给我 哎呦他讲话好汽车哦 对啊他就讲哎你想一想你也觉得也是啊 那问题其他东西我可以退货重买汽车基本上是对啊就不可能 对 你会买特斯拉的车吗 暂时不会 我也不会 对电动车我觉得 你考虑是安全 可是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舒适 不是安全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充电才是一个大问题 充电对 因为特斯拉快充 就算他的超级快充也要30分钟啊 嗯 你去驾游加30分钟你会受得了吗 嗯 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一个朋友他有那个车窗 他车窗是玻璃的 你现在是会热死 真是热死啊 就算你冷气开太强都没有用 是 就我觉得他的那个设计 所以你看到之前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号称最强苹果分析师永远忘记了 他说就是说特斯拉 应该要卖给苹果 我也觉得特斯拉其实 卖给苹果 那苹果的Apple Card就可以出来了 对 我也觉得特斯拉迟早会卖给别人 因为马斯克本来就在做这种生意的嘛 就把一家公司炒红 以后把股权卖给人家 哦 我会觉得非常有可能 嗯 嗯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月忠 朱老师 我们持续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到底这个中国看到科技股的一个走势 它的指数都已经上扬了 那到底中国现在的个股或者是股市可以留意吗 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指数其实就是要提供听众朋友做参考 就是你去留意这两个指标 因为中国市场未来好不好就是两大关键嘛 一个就是中国的科技股 所以你这时候要看恒生科技指数 第二个就是美中关系 那美中关系你就要看纳斯达克的金融中国指数 嗯 好 所以这两个指数很明显现在都在反弹 而且走势几乎是一模一样 好 我跟韵芬姐手上 大家也如果在这个脸书的也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两条线 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走势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如果这两条线如果在持续反弹 我会觉得整个中国投资市场是非常有机会的 而且你的投资 因为中国能够投资东西非常的多 那你的焦点应该就是摆在这两个部分 嗯 好 一个就是在美国挂牌的中资企业 嗯 好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科技股 嗯 因为中国这个太多太多的公司嘛 你要投资哪一块 嗯 你现在反而不是去看什么和 看那什么深圳交易所指数啊 或是上证交易所指数啊 那些其实我都觉得都是其次的 嗯 你这时候应该是关注这两个数字的表现 嗯 好 那再来看到的会市的部分 好 那过年期间会市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好 那其中我们前面也提到日元的部分 在这段期间日元其实还是反而是贬值的哦 好 没有大家以为的是升值的 那可是呢 我们在年假期间美元其实也是略为贬值 可是贬值的关键其实是什么 是欧元跟英报上去的 哦 好 没有我们知道美元指数里面权重最高的就是欧元嘛 嗯 好 所以欧元如果上去的话 那当然对于美元指数它是悄悄板的关系 所以美元指数就下来了 可是相较于在台在台湾的这些市场里面 好 那台币你说我们不是在放年假怎么会有台币 那不要忘了因为我们股市是先封关的 会市比较晚封关好 所以有一点冷数据所以你不要管台币的数字好 所以你看到其他的亚币其实就只有韩元是升值的其他都是贬值的好啊 因为这个约芬姐的这个对我认识都是黑字 你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升点 你怎么知道 是的所以看到一门姐一脸纳闷 一脸对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怎么看的跟他看的不一样好因为他没有颜色去区割 来那如果可是如果从今年以来来看的话 其实绝大部分的货币对美元都在升值的 所以前面黑石的预估里面其实都有提到 其实美元会走弱 这其实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他现在还会再走弱吗 我觉得比较关键会是第二季到下半年 因为第一季美国势必都还会升息 只要他还会维持升息的话 美元不会太弱 但是如果当你一旦停止升息 甚至现在预估可能美国9月或者是第四季就有可能降息 那时候美元势必就要开始比较大幅度的往下滑了 不过以今天目前最新的数字 美元指数也来到101了 那你看到他的高点的时候是大概接近115 现在只剩101 表示你看到他从高点以来 高点的时间是去年10月 所以你看到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美元已经跌了十几%下来了 其实跌幅是非常非常大的 只是台币其实也是算升蛮多的 因为台币这一波对美元大概也是来到32点多 但是今天盘中已经出现30.0几了 差点要破30出现二字头了 不过台币因为我们今年 大家预估台湾应该不会再升息了 但是美元如果还要持续升息 那表示台币跟美元的利差会扩大 就是利息的差距利率的差距会扩大的情况之下 那台币就暂时不会那么强 不过因为别人在升的时候 多少也会带动台币 不过我会觉得比较关键可能还是下半年 那时候台币就有可能机会走高了 好那再来还有大家关心的就是原物量 还有一些产业的部分 那过年期间涨最多的产业指数 大概就是费城半导体 好那费城半导体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为什么今天台股会 因为其实过年期间 你看到美股或其他市场 其实都没有其实没有涨很多 但是如果只看科技股相对涨的就比较多 以费办来说 我们的年假期间涨了将近5% 真的真的 今年到目前为止费办也已经涨了16%多了 好那相对之下去年费办就很闷 去年大跌了35%多 好那所以呢 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 哎半导体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是哦 哎这市场是已经提前在反映这样子的问题了 好所以这是提醒大家 好不过呢 还有一个大家台湾投资人也很关心的 就是航运股 那航运股你当然就要看这个航运指数 好所以你看到BDI破地海航运指数 其实去年很惨 今年继续惨 光一个年价可以跌26%多 怎么跌这么多 是的 好所以你看到航运指数这样子持续的跌 所以你觉得今年还有人可以发45个月的年终奖金吧 哎 他们他们这两年发的已经够了啦 对所以说呢 这是大家要去注意的问题啊 好那当然 怎么你这样讲大家都好高兴哦 因为没领到 哈哈哈哈 好这样子也是还蛮安慰的 对哦 那个年终奖金太诱人了 几百万入袋 真的好 那再还有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哎这个斯洛德预估这个另类投资今年会转好 哎你看到比特币 哦今年就变变了哦 嗯 去年比特币真的很弱 去年比特币一度跌到只剩16000多块美元一个单位 好跌幅高达64%多 可是光今年一个年价期间它涨了11%多 今年以来更涨了42%多 好截至这个上个礼拜 其实比特币已经回到23000多美元了 嗯 好甚至我看到有人预估 今年比特币要看5万美金 甚至有喊到10万美金的 嗯 那当然它的历史高价大概是67000多 嗯 好不过这个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小众的投资商品 好所以就提供听众参考好 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还是黄金啊石油啊 对 这类的东西 来 这个金价呢 去年其实只有算是勉强算平板的 因为小跌嘛 嗯 好那今年以来有稍微比较好 好因为美元跟这个黄金是敲敲板嘛 那美元下来那黄金大概就会上去 好不过你说它又涨很多嘛 其实也还好耶 嗯 尤其年假期间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买黄金 嗯 可是黄金在这段时间其实只有小涨不到1% 啊 今年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涨5%多啊 那以前会跟白银 那白银跟黄金会同向在走 在走 因为都是贵金属嘛 可是从去年以来大家发现其实两个是反向的 嗯 去年黄金小跌 但是白银却是涨的那今年黄金反弹了 可是白银却都是下跌的好 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好 我们待会来讲一下妖孽 我这涨了很多耶 还有油价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那今天就不开 可能不开coin了 因为还有那个那个特特斯拉跟英特尔还没讲 这两家还蛮好玩的 嗯 不然蛮吓人的啦 嗯 所以这里拜有超级台报周期 这里拜有提供还有Google 对 是蛮吓人的 嗯 英特尔真的我觉得蛮惨的耶 对啊 你这换了那个新的执行长 哎 他一辈子就想回去呀 厉害 没有之前的那个天鹅失望厉害 嗯 失望还比较厉害耶 结果他上来就会很会讲大话 嗯 结果 我看英特尔是很惨 嗯 这礼拜苹果跟谷歌要财报 好像礼拜五 公布财报 尤其苹果 苹果我觉得蛮烂的 他刚才跌死算了 但这个影响台股很大哦 嗯 他真的跌好多哦 然后我看他们也也努力在那个啊 不止血嘛 看那个库克说也也 对啊 不晓得为什么跌这么多 我的意思是说他跌死以后就会反弹了吧 因为苹果他iPhone14卖的很差啊 会吗 很差非常非常差 库存一大堆 哦 卖的很差 可是我朋友 我朋友用14啊 他那个照相功能还是超好的 原本说他的那个Pro Max 嗯 非常好 那实际上Pro Max现在都都卖不掉了 哦 真的啊 我朋友好像是买那个Pro Max 那更不要说他入门款那个完全滞销 哇 好我们持续跟朱老师来聊到哈 这个金银铜铁我觉得最特别是你啊 你也为什么会长这么多啊 你也是做什么用的啊 哦 这也真的是很特别 妖孽 当然就是练练合金 好练钢 好 最重要的材料 所以去年 但如果妖孽那段时间不说了 好 去年全年 孽还是长了45%多 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好 那今年其实开孽以来孽不好 但是这段时间 孽又长了好 那传言是 去年造成妖孽的那个事件 有可能要再重演一遍 哦 好 他其实这个妖孽事件呢 指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孽价 曾经一口气冲到一顿要10万美元 好 这是历史添价 而且导致后来伦敦交易所停牌 好 就是暂停交易 孽的期货 好 那原因就是出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孽矿公司 好 抱歉我一直忘记那家公司 好 就是当时他们一直拼命 拼命去做做多这个这个孽价好 结果呢 就被另外一个对手好 瑞士的这个家人可 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原物料商给定商了 他就是我就去空 好 所以两边的就这样子去对对质 抱歉好像我讲错方向 一边是空了好 是中国这个是空的 然后家人可这边去做多好 那最做空就是你要去卖嘛 可是呢 这个家人可就是摸准的 你中国这个这个孽商的 你根本手头上 你没有这么多的孽 所以呢 我你拼命卖我拼命买 好 然后到期的时候你就要交交货嘛 你要食物交割 可是我知道你手头上没有这么多 所以他就被嘎到了 所以那时候孽价 为什么会飙到一顿十万美金 原因就是这样子 好 那可是呢 本来这家公司本来要倒的 可是中国政府就出来救他 因为他是全中国最大的孽矿公司 不能让他倒嘛 倒的时候影响太大了 因为他是练钢的重要材料嘛 好 所以呢 据说这家公司今年又卷土重来 还要再做一次一样的事情 嗯 然后呢 而且他这次说好 上次我是因为真的没有准备好 被你给抓到了 好 但是这一次他说我的库存非常的足 啊 我就给你拼了 看你家人可要不要跟我拼 嗯 好 所以因为这样子 孽价这段时间又飙上去了 哎呦 好 我听到的消息 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啊 嗯 好 不过照理说了 像铜啊 或孽啊 这个跟景气有关的 这些工业金属也好 或是称为基本金属也好 当景气的预估不好的时候 他们应该都是要走落的 嗯 但是你看到 基本上年假期间他们都是涨的 嗯 今年以来其实铜价也还涨了十几%哦 嗯 好 年价是跌的 好 那但有有 一比较重要是因为去年涨太多嘛 所以回吐一点是合理的 好 如果你再看到油啊 天然气你会发现 哎 其实今年油价其实也是比相对比较弱 尤其这个过年期间 油价不管你是看纽约或布兰特 都是跌的 那天然气又跌更多了 嗯 好 那天然气基本上去年是涨的嘛 好 那当然我们这是美国的天然气 涨没那么多的天然 美国的天然气价格 如果你看去年欧洲的天然气 天然气价格是涨翻天的 哎不是说本来预期很冷 后来没有很冷 那价格还是涨这么多啊 基本上还是冷了 好 基本上还是冷了 好 只是因为欧洲他们其实后来开发 越来越多的这种所谓的绿能 好 所以实际上对天然气的需求 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多了 好 那更重要是其实 大家还是偷偷都有这根俄罗斯买 并不是大家以为的没有买了 哈 一直其实都有好 这这我必须要讲好 事实上呢 从头到尾这件事情真的是 大家都 都错估了 其实不管是天然气还是石油 很多只是从台面上变成台面下 从直接变成间接 其实包含美国在内都有持续在跟俄罗斯买 买原 就只能做不能说 对只能做不能说 所以大家当初都骂说哎呀 你看到中国印度都还在持续跟俄罗斯买 可是事实上美国也有买啊很多人都抓到了 你只是敢从印度从跟印度买中国的买美买俄罗斯的油啊 哎呦 那欧洲国家其实也是啊 你看包含的德国包含的波兰那几个很早就说哎呀 我要制裁俄罗斯不跟他买 其实我其实还是都有在买 嗯就我刚说的只是从直接变间间接 或者是从台面上变成台面下而已 事实上大家根本就没有不跟俄罗斯买 因为你从一个数字 去年俄罗斯的金长账数字是创他们建国以来的新高 金长账数字里面很包很重要一块就包含贸易账 因为他们赚大钱 哎 真的是他们赚翻了 所以从另外一个 如果没有跟他们买怎么会有钱可以赚 是的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为什么俄罗斯可以这场账打这么久 大家你知道战争很烧钱 嗯 因为他就不缺钱 他当然能够持续涨上去嘛 而且原物料价格居高不下 他是很大的获利者 虽然他战争死了很多人国内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反弹 但是实际上在经济上他其实是获利的 嗯 好所以这也是战争为什么会持续打下去 啊真的不止这样子我不得不再讲啊 是之前说要去制裁俄罗斯的金融业制裁说要去 对对 要去冻结他的洋行的资金事实上也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完全没有行动 是的 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去查了一下俄罗斯的公债就只有在去年6月发生过一次违约 好也那时候原因不是俄罗斯不还债吗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俄罗斯说哎你冻结我的美元说我要用卢布还钱 我不是不还哦我只是要改用卢布 因为你不让我用美元嘛 对不对 那时候不是说要把它踢出踢出那个switch就是国际这个金融资讯交换协会 好所以呢6月的时候俄罗斯就故意放给他 违约就这一违约不得了了美国吓到了 因为俄罗斯的最大债主就是美国的金融业 所以呢这一次违约之后呢美国就解禁了 就再也没有去封锁他们了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场仗会一直打到现在 原来那换个角度想美国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啊 因为我们刚不就说呢美国已经是最大产油国嘛 油价上涨他当然也是也是有赚啊也是很大的获利者 好所以真的不得不讲好这种事情实在是我也不太愿意多提 好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可是我讲的都是事实大家都可以在网路上国际新闻里面都查得到我所说的所有事情 哎你过年没去玩真的是对的 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看黄小玉呢因为说实在的啦 就是有做面包烘焙业者都有感觉就是就是这些黄小玉一直涨 对黄小玉基本上也跟俄罗斯乌克兰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嘛 尤其是乌克兰他们基本上就号称是欧洲粮商嘛 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农产品其实是真的是生产很丰盛但是因为战争受损很严重 所以你看到去年都是涨的好但是你看到今年到目前为止相对上都是跌的 原因因为俄罗斯也渐渐对这部分在放宽了 就是你的农产品的部分我其实都允许你出口了 只是因为战争有很多的耕地其实已经都不能耕作了 所以实际的产量还是受到影响但是至少在出口的部分已经比去年的情况好很多 所以你看到黄小玉的部分价格在这段时间已经慢慢在回跌了 好那我想这对大家来说其实也都是好事情啊 好那还有一个铁矿是大家也去注意到 因为这也跟景气有关系嘛 就跟我们刚看到的这个铜价也是一样 大家都说景气不好都说怎么样 结果最代表景气的铜矿跟铁矿居然都是涨的 这也是蛮纳闷的事情了 所以回到大家都觉得今年景气不好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个人是蛮怀疑的 所以并没有啊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七成六的人想要转职 想是一回事 会行动人是一回事 想是一回事 铁矿石是不是跟什么钢架也有关系啊 中钢什么 对啊那是它是最基本的原料啊 原料那你要练钢就看你是什么钢 对那它竟然还长 那你说不景气不景气不景气 对啊所以这就是很纳闷的事情嘛 你都说不景气啊什么一大堆问题 结果铜跟铁 因为有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事情在干扰 铁价比较不准 可是铜跟铁 这是最基本跟景气有最直接关系的 尤其铜有一种说法叫铜博士 就指的是铜它可以预估景气 所以它有铜博士之称 那既然这样子那铜在长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看坏景气 对啊不懂 这就是一个很纳闷的情况 嗯 再加上你看到我刚刚说的美国 一开始都说把美国说那么差 结果事实上出来素质很好啊 好那待会我们要讲这两家了 Tesla跟Intel最后一段 一向时间过也蛮快的 还想说会不会讲不完 而且我还好 因为今天我讲到速度就比较快一点 对 啊你今天还有很多通告 没有没有 等下我我妈去医院检查 她做心导管 她做心导管 对所以我像我太太现在在那边 等一下我要去 在哪里三种 三种 所以等一下换我会去 这边其实我就会去了 怎么会想要做那个 就心脏不舒服 可是实际上照都照不出来 那个手术好像很快 问题他从大腿那侧 对从大腿我看过 好我们持续跟朱老师来谈一谈 在过年期间 其实他现在已经进入美国财报州 但有两家公司 今天一定要聊到一定要聊到的 一个是Tesla 就是股价 那一月的时候你看 跌了七成 整个过年又涨回来六七成 这是很疯狂的一家公司 对 这个Tesla的问题 你说他的财报不好吗 没有啊 大家如果有在脸书的话 可以同步看到这个数字 在这个一边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这个收益跟获利 其实跟过去这几季去做比较的话 就只有在去年第二季的时候 他比较差之后其实都持续在成长 不管是营收或获利 好那如果更仔细去看这个他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你看到他的收益成长了37%多 净利成长58%多 好那EPS增成长的40几% 好那唯一有减少的叫营业费用 因为费用减少是好事嘛 好事啊 所以整体来看财报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所有数字都是成长两位数以上的啊 那为什么他股价就是这个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很纳闷的事情 好比较大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实际的交付跟这个产量的问题 好那你说他实际交付跟产量也在往上啊 可是有一个比较重关键的是 就是生产的跟交付的 你会发现他其实差距变大了 云芬姐的图有没有看到 有长条是他的实际的产量 然后折线是他实际的交付量 以前是不是有没有看到 有时候交付量还比产量还要基于要更多 也就是说我以前是供不应求 但是我现在有库存 尤其是在去年的第四季 这个库存的数字在扩大当中 所以现在大家是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有疑虑的 也就是说你以前你的车子都是 这杯户杯供不应求 但是现在你已经发生了 你的产量虽然在持续增加 可是你实际上你的销量没有那么好 那销量不好的原因当然有很多 包含了其他的 以前没有人跟你竞争 但是现在你喊得出名号的车厂 大家都在生产车子 而且中国我觉得他的电动车也做得超快的 没错 中国的电动车不只是快 量又大 而且说真的 他的品质其实跟特斯拉没有太大的差距了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特斯拉就受到威胁 那更不要说欧洲的传统车厂 人家也都在生产 那美国自己包含的福特包含的通用 他们的电动车其实现在都卖得下下叫 以前真的是三中无老虎 所以市场上几乎你就全拿 可是如果你对应到看到 去以去年来说 特斯拉在美国的市占率也在下滑了 没有错 他也是全美国市占率最高 但是他从70几%掉到只剩65%的市占率 所以特斯拉很紧张 所以大家如果有注意新闻的话 今年年初他在中国跟在美国车市都大降价 尤其在美国车市一口气打八折 汽车打八折 不是衣服打八折 汽车一折一台在美国动辄四五万美金起跳的车子 打个八折 那一差是差几十万台币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新闻就告诉你 不止在美国在中国都一样 因为降价之后很多的车主就出来抗议 就是原本已经买了 可能我就差几天 然后你给我降价 而且降非常的多 你降一点点也就算了 以特斯拉很主力的车主Model Y来说好了 因为他这次其实是策略性的降价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这一次所谓的这个 消选通膨计划当中 他对于电动车的补助设限要五万美五千美金以下的车种 我才要补助 联邦补助的就是减低减百七十七千五百块美元的税 所以呢 他就把他的Model Y从原本要六万多块美金 一口气降价以后降到剩五万两千多 他的光以单价来说大概降了一万三千块美金 如果再加上因为你原本是超过五万五 所以你不能领年帮补助那你现在故意把它降到五万五以下 所以你可以再领七千五百块美金 换句说等于差了两万零五百 两万零五百美金 天哪 一台车差了六十几万台币 几乎就等于我可以再买一台小车了 那车主不抗议吗 气都气死了嘛 所以呢这就是特斯拉最大的问题 你现在因为你的销量在往下掉 那销量其实没有往下掉 应该说市占率在往下掉 你的竞争对手都上来了 那你没有以前的优势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办 好那你降价没有错 我觉得有冲到量 对那你新闻说没有错 你一周出来的你的这个销量爆增了两三倍三四倍 可是因为你降价这么多 你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你的未来的收益 对 所以这是两面认你把量给拉高了 可是你的获利其实会因此大打折扣 因为你打八折你的成本并没有降 那你打八折等于你收入就少了八两成了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股价 这段时间他波动这么大的原因 因为大家可能看到 哇销量爆增可能大家就去追 可是他想一想告诉你 实际上他赚的变少了 卖的变多赚的变少 那你还会觉得他值得投资吗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对就是有疑虑了 好所以特斯拉现在就是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好不过他这波的降价真的也是很狠 尤其他在中国市场 因为刚刚英文姐也提到 他在中国有很多的竞争者 尤其比亚迪就不用说了 那还有另外所谓的那个卫小李 就是蔚来好小鹏跟理想 对对卫小李 他现在这样的价钱已经居然他的在中国的入门车 可以比卫小李的车子更便宜 哇这就很有杀伤力了 以前因为特斯拉他卖的都比中国品牌还要贵 但是他现在居然降的可以比中国品牌更便宜 那你想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有 这个就就非常非常影响 所以后市怎么看大家就要注意了 另外一个呢 英特尔我真的一定要讲到 好惨了 英特尔呢 如果以财报来看就跟特斯拉完全对比 你看到过去几季的损益呢 好这个不管获利或者是收益都在往下掉 尤其去年第四季他是亏损的 好那事实上去年四季里面 他第二季跟第四季都出现单季亏损 那以单以第四季来说 正好跟特斯拉完全相反 特斯拉是所有的项目都在大成长 然后英特尔是所有都在衰退 然后唯一增加的叫费用 好可怜啊 好所以对应到 唯一增加就是费用 对唯一增加的就是费用 那绝对不是好事情嘛 好那你看他衰退的部分 很夸张哦 收益衰退31% 净利衰退114% 净利润率也衰退121% 每股盈余只剩一毛钱 衰退也高达90% 所以英特尔为什么这么惨 他的股价表现这么差 那所以回到大家讲说 现在的这个新任的 不能说新任 因为他2021年2月就已经上任的 CEO吉辛格 他来台湾好几次 来台湾雇装也好 来什么也好 他这段时间三天两头 就有他的新闻 相较于他的前总裁10万 10万因为他不是所谓的技术 技术起家的 但是吉辛格他是 算是技术专厂吗 因为他本来就是工程师 那大家想说 回到这个专 这个专厂的人来 这个辅佐公司 应该是比较OK的 那之前的10万全粹 就是搞财务的 所以10万后来下台了 换成吉辛格 结果没想到 吉辛格上台 到现在快要满两年了 因为他2月份就任的 所以快要满两年的情况之下 可是这两年下来的成绩单 其实是非常差的 那当然也许你说 哎呀这个因为正好遇到疫情 他大家不免会说 好那你跟三星比 我更想跟台积电比 你看台积电多好 跟台积电是不能比 所以你不管跟台积电 跟三星比 你就是差人家一大姐 大家难道没有遇到 一样的市场情况吗 对啊对啊 那为什么人家都还可以有至少 三星至少都还是有持续在获利在成长的 那台积电更不用说的 那你英特有这么惨 那其实问题是出在你自己 嗯不是别人的问题 好这是英特尔啦 他去年获利大减 然后60% 然后整个股价也跌 那接下来是财报周啦 还是会有很重要的讯息 尤其这礼拜有两家重量级的公司 苹果跟Google 尤其是苹果大家最关心的 对 预估礼拜五会公布财报 这跟台股有很大的影响 大家注意 好谢谢朱老师 谢谢大家拜拜